孕期什么情况下需要打保胎针? 张新闻,妇女保健中心主任医师 关于用保胎药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上也是一个比较讨论激烈的一个问题 那同时呢,我们所说的保胎的这个药呢 它本身它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 孕激素,HCG,甚至一些中程药物 或者是我们说有一些公缩的时候 抑制公缩的药,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之为保胎药 那我们到底该什么时间打 或者说我们该不该打 我们该打哪一类保胎药 其实我都是建议应该到医院去进行专科的咨询 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 是我们真的是HCG值偏低 孕激素偏低 还是我们有一些不规律的公缩 还是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那么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 来判断我们该不该用保胎药 或者我们有一些情况下 如果我们胚胎都停止发育了 那也许用这个保胎药的意义根本就没有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就是再去保胎意义也不大 还有一些呢 比方说我们胚胎有遗传性的问题 或者我们有一些 胚胎本身就是个异常的胚胎 你即便去保胎意义也不大 在这块我想举个例子 我们呢曾经有一个新兆流产的孕妇呢 就诊我们门诊之前呢 就是反复的进行保胎 其实呢他已经流产过好几次 每一次都在用心的保胎 用力的保胎 用很多药去保胎都未必能保得住 后来呢我们在查夫妻双方的染色体的时候 发现他们有染色体的异常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怀孕的这种胚胎呢 你有任何方式去保 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保不下来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发育的胚胎 所以对于我们有这种流产迹象的 或者是你觉得我这个考虑到 想去保胎的时候呢 一定还是要到专业医生那里面去咨询 看看我们该怎么做 专家提示 一、建议应该到医院去进行专科的咨询 有HCG值偏低 孕激素偏低 不规律的公缩情况 二、胚胎有遗传性的问题 或异常胚胎保胎意义不大 三、保胎时到专业医生咨询找寻办法